文字幕志祥 李宗盛 我今天的題目其實就是 AI 模型可信 不可信,你調整模型要怎麼調整 其實這邊寫的是困境 因為到目前為止,它還是個困境 這邊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個人經歷 那目前就是離開偉創了 就是那間上市公司 然後我現在在中山大學讀博士 那 ok 那就是對像剛剛 Mora講的我有去過就是 偉創那邊有拍過我去MIT 交流過一年 這是我的經歷 那其實今天的那個投影片其實都可以在 Slideshare上面看到 那我個人的話其實你只要打 Terence 0408這都是我通常在 網路上所有的ID 那因為今天那個問題其實 他是還是一個還在Continue 的一個問題還在解決中的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那些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跟我做一些交流 我的Gmail的idea 是Terence 0408 ok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其實 我不知道說 以我自己在前幾年看到從2015年 冬天Deep learning 經過那個Google Release TensorFlow之後 Dep learning就是整個蓬勃發展 在兩三年之間裡面 他創造了 Compute Science的人創造非常多 特別的結構 然後去做很多有趣的一些分析 跟預測 可是 然後但是在台灣嘛 大家其實根本沒那麼快 所以大家就是覺得 喔 而且其實因為Dep learning 他很好用很簡單 所以就會 欸很暴力 欸所以長官就會覺得說 欸這有什麼議題很有趣 所以啊 Dep learning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做下去就對了啦 Dep learning就可以做到 可是實際上很多時候不是這樣子 因為通常來說 長官們想做嘛 然後就是因為有錢 或是市場很熱門 然後他們就會 我們就會接受到一些 RD就會接受到一些任務 不是我們 大部分的RD會接受到一些任務 他就開始去收集有沒有 相關的一些 開源的資料可以用 或是有沒有 公司內 如果是公司內的一些議題的話 就是收集公司內部的資料 然後就開始無腦的建設一個 Dep learning的模型 如果說呢 結果很好 欸就上線了 如果結果不好 那大家能怎麼做 就是修改參數啊 改模型啊 後來就是 欸看一下網路上 人家什麼都 什麼結構很紅 趕快就換一個 模型結構來試看看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子 cycle cycle之後 你只要看到一個好的結果 你就上線了 然後長官就很開心 可是上線的結果 就會發現到說 喔 Shit 這個為什麼上線之後 怎麼樣都跟之前的結果都不一樣 因為真實世界會有很多 我們之前開源資料 他不會告訴你說 其實我提掉很多的資料了 然後公司內部的舊資料 也不會告訴你說 其實現在已經有所改變了 所以那個model很多時候是 你也不知道 就不知道為什麼他就錯了 然後就不行了 那問題就是 接下來 你出發了怎麼辦 黨官就很生氣啊 那你就趕快說 趕快去修改 可是又很糟糕 然後就是深度模型根本就是一個黑盒子 沒有人知道怎麼修改 然後錯在哪裡也不知道 那既然連錯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當然不可能修改 這是其實是 我覺得是 我們大家現在在使用深度模型的很大的問題 那其實 而且最大部分我聽到的 看到的狀況就是 那個模型訓練很好 為什麼上線就不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真實的資料 或是後來的資料改變了 你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或者說 那邊網路上人家的那個paper 那個結構那個做得很好啊 大家都在使用 為什麼拿一套 而且資料跟我的都很像啊 為什麼拿一套就失敗 不解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又想說 你到底是在 往深度學習 還是被深度學習完 這是我覺得很好笑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我們會需要那種 可解式的一個模型 或是可解式的一個架構 它的用途就是 你要先確定說 你判斷是對的嗎 我等一下會有一個例子 就告訴大家說 它的結果真的超棒的 可是它完全看錯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改良它的演算法 你要去改良說 為什麼錯嗎 另外來說 有一些時候 其實它可以看到 幫我們看到一些 我們根本沒有想過的事 可是那個是合理的 然後另外來說 像法規的要求 例如說 美國FDA 他已經 其實現在已經有一些人 在做 把 Deep Learning 然後去做醫療的一些 而且申請醫療的一些 的那個 Marketing的東西 那FDA 就有表示表示說 你們的模型 要有可解式的這件事情 這是美國FDA 他們現在已經要求到這個程度了 然後 然後我這邊的話 其實是 我今天一整個Outline的話 就是 這整個部分 那第一個的話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個 簡單介紹一個 叫Line這個模型 那這邊會提出一個 一個例子告訴大家說 那個模型真的是對的嗎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Line是什麼東西 我今天的主軸 會放在 GrayCam這個model上面 那GrayCam這個model 它是從Cam這個東西來的 然後 再延伸出來GrayCam 所以我會先講Cam 再講GrayCam 那 其實我們做完之後 OK你知道它看的哪裡 那它看的是對的嗎 你也不知道 因為根本沒有真實的答案啊 所以它就有一個評估的方法 那之後它就有幾個例子說 它是怎麼去幫助我們 就是怎麼去整段我們模型錯在哪裡 該怎麼修改 那這邊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跟GrayCam 我覺得蠻像 蠻等級蠻像的一個東西 就是 LRP這個方法 不過我用還沒看完 所以 就跟大家briefly的介紹一下它 那另外這邊會有個compare說 這一些方法裡面它的優缺點 那最後其實就是討論一下 說其實到底該怎麼修正 因為其實這上面的方法都只告訴你 錯在哪裡 它看的哪裡 它也沒告訴你說 OK它看的這個地方 你 它也沒告訴你說 對或錯 它就只告訴你模型看這裡 對或錯 其實我們現在還是要我們自己的面 去看說它看錯了 然後看錯之後 我們差不多要去修改 所以這是一個open question 那我這邊所用到的一些paper 其實都在那個 我後面revens都有 就是看的那個paper 在最後一頁revens上面都有附 這樣子 有興趣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那我就進入今天第一個主題 就是模型真的對嗎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LINE這個方法 怎麼去看那個模型真的對 OK 我今天 這是LINE它裡面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張圖 就是 這邊它叫分 這六張圖 它是狼還是哈士奇 OK 那你就大家看了一下六張圖 對了五張圖 嗯 六分 六分 只有六分之一是錯的 覺得還不錯 那大家就想一下說 欸如果你知道答案是 它到底是看哪裡的 你就不要破哏 那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說 你覺得 到底到底模型 這麼好的一個模型 它到底是看的哪裡 來去判斷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隻狼還是哈士奇 這個是錯的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想一下為什麼 就是 有人想要猜看看嗎 如果你 不知道 如果你已經知道 不然就不要破哏 對 然後我記得有些人 他會說 因為狼的眼神看起來比較兇 這是我們人在看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說 因為狼的眼神比較兇 所以 它就判斷成哈士奇 它是一個狼 不是哈士奇 其實這邊 我們就不要再猜下去了 因為大家絕對不會想到 其實這個model 它看的是 背景 對 它就是從背景來去看 只要背景是白色的 或是它有很多白色的 它就認為它是 欸 對 背景是白色 它就是認為它是狼 然後如果背景不是白色 它就認為是哈士奇 你會覺得這個model 發生了什麼事 它怎麼會去看到這裡 對 這就是 但是 如果你沒有去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它的分類結果很好 然後你就上線了 然後上線 其實實際狀況 就不是這個樣子 他是起 狼一定都在雪地裡 不是 就對 所以就 你能上線就GG了 OK 那line這個model 我接下來講的就是 它怎麼去看到這個背景 它怎麼去知道 這個model是看背景 你line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它就是 它概念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透過勞動的方式 就是比如說這張圖 我就開始 開始給你改你的值 開始改你的值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在那邊改 然後改看看說 OK 你現在還是判斷他是男嗎 還是他判斷變成哈士奇了 那就用這樣的方式來去看說 哪幾個點 對那個判斷是很有意義的 其實你如果簡單想的話 其實有點像那個 如果你知道 Machine learning的話 有個random forest 它在算Gini值的話 如果你知道這個概念 其實他們 那個importance variable 那個是非常像的一個概念的 比如說 我就是改那個值 然後比如說 你從0就改成1 1改成0 它那個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 這個點就是重點 它的答案就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就有說 如果你的資料是影像的話 那你真的每一個點 因為影像很大 所以你不會整個全部去做 所以他就去把它做 用一個superficial的方式去把它 影像比較像素質比較接近 就把它custom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子 一塊一塊一塊的 不然你要全部一點點去改 太痛苦了 所以他 那他後面在做的是 其實他也不是單純的去算說 他也不是直接有一個理論 數學理論只是說 我改了這個點 就影響到多少 他其實有點像是 modeling的一個方式在做 他就在算那個影響力的部分的話 就是 我每一個partition 就是是否存在 就是一組向量 010100100 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的x 那y就是我改 遮住之後 丟進去你原本那個模型 它就出來了機率值 你看它就是從0變成1 那個y 那樣子的x對y 這是一個新的model 這樣子整個抽樣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去算出來 就很像Lineary規循 線性 或是邏輯式回歸 線性回歸的方式 你可以知道說 哪幾個值 哪幾個partition 對y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知道它可以量化這件事情了 其實line 他簡單來說的概念就是 去改那個樣本 input的地方 然後看結果有沒有影響 那概念就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它數值型的話 它的勞動就是 加normal的note詞 那如果類別型的話 就是用那個training data 那個比例 反正就是simpling的方式 來去改那個詞 那text的話 跟影響其實很像 它就是把一些單字蓋住 就是原本那個partition 它變成在文字 就變成了一個單字一個單字 蓋掉沒蓋掉這樣子 去看影響的結果 這就是mine的模型 那我先到這裡 那你大家要有 有想要問的問題嗎 反正其實概念很簡單 就改概念只看結果影響 影響在哪裡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要進入今天的主軸 GrayCam這個東西 那GrayCam的話 其實它是從Cam這邊 去做一個extension出來的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 Cam這個東西 其實它就是class active mapping 它其實在找說 所謂的哪一些區域 它這件事情在找 哪些地方是重要 對決策有重要的區域 它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整個整個整個的 這個大的一個 conclusion network 它只看 我跟大家講 它只看最後這裡 然後我只想要知道 最後這幾張 比如說 最後這邊 N章的話 它輸入到這邊 我們算算算算 原本這張影像 然後經過convolutions 算算算之後 它只剩下這邊 有東西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channel 第二個map 剩這邊 有東西 其他可能都是接近0的東西 但是 大家也知道說 convolutions 它會不斷的產生 它其實越來越小 它就會很多的channel 其實每個channel 在看的可能 對應的重點都不太一樣 我們就只是算說 OK 我這個紙放進來 到最後這個channel 這邊的input 它就把它認為是 它就把它叫做convolution feature map 對 有可能就是 OK到最後這張 展色這張 它只看了這個 大概衣服的這裡 然後紅色這張 它可能就只看狗的這個地方 然後最後 這每一張 他們都看不同的東西 最後 因為最後它會 它這邊設定說 它一定要 global average point 來去 然後再用線性組合 一個權重的方式 去算最後這一組y出來 幾率值是多少 而且其實 其實就是 反正最後就是 我們就算一下 這邊的幾率值 它這個w其實就變成 有點像是說 藍色這一張的重要程度是多少 然後這個w 紅色這個w 就變成是 第二張這個channel 它對最後分類的結果 它的那個 importance是多少 那這邊的話 就是 如果說我們 你會想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gap這個地方把它拿掉 那我是不是應該也是可以得到說 每一個unit 每一個pcl 然後去對到y的輸入嗎 可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說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最後這一張 最後這幾張 這幾張viction map 他們整個的重要程度 他們整體的重要程度在哪裡 如果我直接丟進去的話 我就沒辦法去看到 這整張的那個重要程度在哪裡了 結果它就變成一顆一顆一顆 你就變成整個那個重要程度被打散了 就是有點說 這一個很重要 這一個不重要 這一個普通重要 那個整個結構就被打散了 這是他的一個 他就說 這樣我就 因為我 應該說 他也不是被打散 就是變成我要算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算他 那個一顆一顆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算他 所以他就 他就接了這個gap的方式 用gap的方式 來去算他的那個 權重這樣子 其實他就設定在這裡 就是 因為average之後 就變成一個點 點完之後 他去乘這個w 就可以變成說 這一張的權重 這一張的對 對特定這個class的權重是多少 第二張的權重是多少 去把它加起來 那為什麼他只對最後一張的原因是說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一些CNN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CNN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說 你會像那個minister dataset 大概三層的CNN 你就會看到一些結果 第一層 你就大概看到一些簡單的 你甚至可能看不出來它淡 第二層 可能就看到一些斜線啊 一些橫線 可是到第三層的時候 你可能就看到一些形狀出來 而且那個形狀 跟我們人類在判斷東西 那個感覺是很像的 所以他就只針對最後一層 的那個feature map來去做 他的概念就是 就是這樣子 他只針對最後一層的feature map 然後乘上各自的權重 然後就認為說 就算了一個權重 然後就乘上來就知道說 ok 這張圖其實他最重要的是哪裡 跟哪裡 跟哪裡 像這個可能說 這是要算一隻狗嗎 還是怎樣 然後這樣這個就是跟人類沒有 跟狗沒有關係 他的權重 他可能在GAP的時候 對特定這個class 他可能就會很低 對 他可能像都要算這個時候 這跟狗沒有關係 他可能群眾就會變得非常的低 ok嗎 他其實概念就在這裡 他可能去乘每個feature map 去乘自己的一個weight 那個weight 會透過這個GAP 這個方法來去做一個計算 我就把它組合起來 就會是他的答案 那他這邊有個缺點就是 他只能對最後一層來去做 然後而且 最後一層 一定要接GAP 一定要是Google Average Pro 而已 可是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很多世界上 都不是這樣設定 其實可能就是CMNC到底 OK 那所以GRAID CAM 他就是做一個改善 這裡就是一個數學的推導 我就 我就跳過了 你有興趣再自己看一下 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很 不是很重要 好 那GRAID CAM的話 其實他就是 我們剛剛說 他最後一層 一定要是一個 一定要GAP 因為他用GAP 來去算每個feature map 重要程度 那個W字 那現在其實 GRAID CAM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需要那麼辛苦的 用GAP 來去算這個W了 其實呢 我們可以用 GRAID CAM的方式 來去算 就可以用GRAID CAM的方式 就可以去算出那個weight是多少 那GRAID CAM就是C 反正就是這個class嘛 然後對上這個feature map 然後把它偏微分一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其實 其實他就只是做這樣子的一個改變而已 那中間的推導其實就在下一頁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太可怕了 我自己看了有一些人想說 這應該大家會睡著吧 OK 好 那另外來說 他這邊 他其實下一頁 OK 他下一頁的推導啊 其實都是based on說 我們原本如果還設定在最後一層是GRAID CAM的架構 但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不是在算這一顆 這一小個值 我算那一小個值有什麼意義啊 對不對 他最後他還是想要的是 我這個整個feature map 這個 這個以上 他的重要程度在哪裡 那原本的CAM就是透過GRAID CAM來算 那所以他用同樣的架構 然後來去推導說 OK我今天這樣的算法 我的W的權重 我可以不要靠的是 就是GAP 這邊GAP來去算出來 我可以用一個鬼點的方式去算他 好 這太數學了 我覺得回去好了 那重點是他這樣推完之後 這兩個算法可以是等價的 就是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去算到我們的權重 不用透過這個GAP 那因為說 這是我們剛剛設定說 最後一層一定要GAP 那我可不可以 最後一層直接是conclusion 答案是可以的 然後他這邊就是說 其實他其實我覺得蠻爛的就是說 他最後一層就說 我們這樣層一層 我可以用同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identical 類似的一個寫法 我就可以得到 得到說他們每一個 每一個feature map的權重是多少 他用這樣的方式去推 他單純就直接跳過去了 他也沒有特別 特別就是說 他們兩個表示是可以是一樣的 他單純就這樣講而已 可以嗎 那就是 GRAID CAM的數學式的部分 然後我在這邊問大家真的想要 細講這一頁嗎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要直接把它跳過去 對 因為推導我覺得有點麻煩 因為前面就是在講說 這就是剛剛的GRAID CAM的一個設定 然後我把這邊後面這一串把它變成一個 就把它上起來 這個一個值 然後之後 其實我們就想要知道 其實我們最想要知道的是這個 YCA 應該說我們想要知道這個W的地方 然後其實他可以透過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微分方式 因為上起來的話其實就跟 反過來就是微分嘛 這樣就是微分之後就可以得回來他 就做一些數學式的代換之後 就可以得到這組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把他們的pixel全部上起來 其實就得到這組 然後之後就I didn't call it place 這樣子 我覺得看起來很簡單這樣 所以我才很難得去講一下數學式 那他這裡有個好處就是說 他這樣子做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在A這個 A I J K這個地方 這張 feature map K這張 feature map 裡面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傳遞的動作 做一些類似 有點像圈入了的概念之類的做法 他就可以傳遞到說 我不是只看最後一層 我可以看前面幾層都可以看得到了 只要你是一個這種convolution的一個 convolution的一個layer的結構的話 他就是可以看到前面的部分 那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 那大家數學 這個數學是直到這個地方為止 大家在GrayCam跟Cam這個地方 我哪裡還有什麼地方 大家有疑問要討論的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 沒辦法catch的那麼快 因為我也是這幾天看很久 OK 那我後面就直接來看一下他的一些應用好了 這邊有另外一個 guideGrayCam這個地方 他就是說 我的alpha 就是我乘上那一張feature map 就是那一小張 最後那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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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 很多張碼 然後跟乘上他的重要度 可是我這邊呢 我在算的時候 然後我就只有 renew就是只有正的才會回傳 那負的就是不重要 對那個class不重要 所以我就 負的我就不要了 這就是 該GrayCam這個東西 就這樣子 他就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說 其實 其實呢 他並不只是說可以去 看所謂的影像 然後分類 他也可以去做到這種 question question 就是question image question answer的一個問題 那這張圖 他就是在問說 這個消防酸 他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那答案有 紅色 黃色 紅色跟黃色 那如果他判斷出來的答案 有個模型他做出來 判斷出來的答案是紅色的話 那我們在GrayCam 我們就可以把他反 用剛剛的方式 去把最後一層feature map 然後乘上他們自己的重要度 然後 把他加加加加加回來 然後疊回去 類似疊回去圓圖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OK 這個model 他是 我們用GrayCam這個方法 來去看的話 我可以看到 他在看的地方 就是大概在這個區域 所以他判斷他是紅色 那GrayCam的話就是 我只有正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他有點 看太多了對不對 他有點 那個消防酸太大了 所以他就會 把一些雜訊 就把一些雜訊拿掉 這個算盤把雜訊拿掉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比較明顯 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消防酸的形狀 對 然後如果這是黃色的部分的話 他其實就是看那個 消防酸的頭 你也是可以看到說 GrayCam在看的時候 有點太大 太大了 所以Renew的時候 他也是可以把一些雜訊 把它去掉 那整個紅色跟黃色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一整塊 那也是看太寬了嘛 所以你把雜訊去掉之後 你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一個那個 消防酸的一個形體在這裡 就是他 用這個 加了一個在Renew的方式 來叫做GrayCam 用Renew的方式去掉一些 附的雜訊的地方 這是他的另外一個設定 那GrayCam的話 這邊給大家看一個example 就是說 這是一張原本的圖 上面這兩張是一樣的嘛 有貓跟狗 我們幾乎等下都是用貓跟狗來去看 那GrayCam 這邊是另外一個 那GrayCam的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 GrayCam的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 沒有用Can的方式來 是一樣Renew的概念 那我們來看到這一張 上面的部分的話 都是在判斷說 我把它分類 有一個模型 把它這張圖分類出 OK有貓 貓看的是哪裡 他就看得出來說 OK 他越紅的地方就顯示在這裡 然後其他的地方就散亂了嘛 然後狗的地方就沒有嘛 然後如果用GrayCam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 大概一個貓的形體這樣子 那有一種是 這個方法的話其實 也是可以看得到 但我沒有去確定說 這可能就是也是點 像Line的方式 可能就是 點去腦洞的方式 去把它 反正一直換一個點的字 去看說哪些比較重要這樣子 他就看出來說 這裡是一隻貓 這邊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這邊GrayCam是越紅 越重要 這個方法是 越藍 越重要 我覺得有點有趣 那下面的話 就是在看狗的一方 那狗的一方的話就是 就滿明顯 GrayCam就看到這裡 還滿正確的 然後用該GrayCam的時候 就還看到一隻狗的頭 這樣子 還滿明確的 這是 他的一個用法 那你就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今天既然已經知道說 哪裡是貓 我已經知道哪裡是貓了 可是我可不可以知道說 哪裡最不像貓 對 這是反事實的一個 他的一個算法 他就是算說 哪裡最不像貓 就是狗這個地方 他最不像貓就是這裡 OK 那如果哪裡最不像狗 就是這隻貓 這樣可以嗎 那他其實算法很簡單 其實就是把這邊的那個 那個規列加一個負荷就好 那原本說 我們的那個 在乘的那個值啊 會變成是說 原本我們在貓的時候 我們會是 越重要的 數值越大 可是 今天我們要看反事實的時候 我們就是 越重要的 值越低 所以我就變成說 我把底下的那個 重要都卡掉 變成 因為是值越大越亮 所以變反向而已 其實就可以看到反事實 哪裡最不像貓 就是這樣子 但是整個算法就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 其實他不是只能看最後一層 但是通常來說 看最後一層就夠了啦 對 這裡就是告訴你說 看最後一層就夠 一個原因就是 這是 這是我們的貓跟狗 我要看哪裡是貓 就是這裡嘛 這是最後一層 然後再往前一層 OK 欸奇怪 狗跑出來了 然後再往前一層 這個 就有點散亂了 而且包圍形狀越來越小了 然後再更往前更往前 你就看到說 他真的不知道在看什麼 你就看到 越前面的Layer 你就越不知道他在看什麼東西 但是他就是可以算到前面的Layer 就不是只有說 我只能算最後一層了 我前面幾層都可以算 就是這個方法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 然後不需要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 他完全就是必須要建立在 你整個Layer都是可不入去 你不能去用一些可能 很特別的形狀 對像現在有一些人 因為 線性不太夠用 他們會去用流行的那種 特殊的空間形狀 Maple的Layer 那種就不行 OK 目前他是不適用的 好嗎 就是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我最後一層 他是用 Global Average Pooling 但是我們更大部分使用的是 Global Max Pooling 對 但是這樣子做的時候 他其實會造成一些事情 就是 Max Pooling的其實他的 因為我們是 丟掉吧 我們只留最重要的那一個 其他不重要的全部丟掉 所以你這樣算的時候 他的那個Information 就太多 你就只剩下那些重要的地方 很多都被提掉 所以他在算的時候 就不夠好 所以其實用 如果 以回頭來去看那個 Camp的 看Camp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他用 Global Average Pooling 的概念其實 是因為是這樣子 這沒有什麼 就只是看一下說 如果 之前的Camp 如果是用 Mass Pooling的時候 那個差異再拿 這樣子而已 那這邊的話 就是 GuyCamp 跟剛剛另外講的一個 GuyGuyCamp 他為什麼這篇Paper 他不是叫GuyGuyCamp 而是叫做Camp GuyCamp的一個最大原因 就是因為 他做出來發現 GuyGuyCamp 其實他的那個效果 還是沒有那麼好這樣子 就是 他這樣做完之後 有一些Information 其實還是會跑掉 所以沒有本身原本的GuyCamp那麼強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 把一些雜訊 或是形體再 抓清楚一點 你可以搭配著使用 就是兩個搭配去使用 反正他的計算都很快 因為我不會去 我不需要重新去訓練我模型 我只是從模型的結果 來去看一下這樣子而已 那這邊只是跟大家講說 他一些那個 就是 圖的那個問答問題 他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這樣子 那 我GuyCamp 他就 整個數學 跟他的父親的應用 就把他講完了 大家 就我比較習慣 就是在每一個大搜尋 停下來 讓大家思考一下 這樣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我可以問一下說這些東西 這樣子 對 如果 如果各位看起來 沒有什麼奇怪的問題的表情的話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 像我們剛剛回過頭 我們再看 他看的這些地方 他其實也不知道 他看的對不對 因為他就只是單純的 從那個 鬼臉的方式 流回來 到那個前面幾層 然後 用一個權重 然後乘上一個權重 來去算這樣子而已 他也不知道 就是你也不知道 他看的是不是對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看的是不是對的 然後甚至於沒有答案 然後目前 因為這種 鬼 cam 這些方法 P這些方法 大概都是在2016年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被 被提出來了 Line 他們大概都是在2016 去提出來的 所以現在已經有看到一些 配合他們在做事 就是 OK 你這個鬼 cam 不夠用 我有另外的一些方法 所以他們現在 exploration的方法 有非常的多 到底誰比較好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他要有一個評估方式 這裡的話我提供兩 他配本裡面提供了三個評估方式 第一個就是 如果他的那個評估方式 是boundary box 大概就是 在那個圖片畫方法的那種 然後第一個就是 他的做法其實也蠻簡單 就是說 我先得到那個 從那個整個model裡面去得到說 這是哪一個class 那之後我就可以用剛剛的方式 去生成我的gray cam 的一個底下 那就是有些是雜訊 所以我就把他們給 踢掉 那踢掉完之後 就剩下這邊 剩下這邊之後 我就有一個boundary 我就可以把那個邊邊 最大那個地方 把它框起來 這就是我的boundary box 那就是你就可以去跟原本的比 看看 OK size差了多少 位置差了多少 你就可以算這件事情 整個他的那個 比較 你評估這個 這個解釋模型 這個解釋方法好不好 的一個方式 其中一個 在boundary box 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東西 他是比較細一點的 signmentation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他就是說 一樣 我們前面的做法都一樣 他這邊 他做的是 也是一樣把它去掉 可是他會把他們 有一些方法 他們就是 像是edge detection image有一些方法 叫做edge detection 他就是有點像根據說 我們我先告訴你 我們現在這樣看過去 這張桌子 OK我大概灑了幾個點 說這個地方 這幾個點都是桌子 可是很灑 可是你可以透過那個影像的一個 影像指的一個差異度 我就可以這樣子 不斷的擴增 不斷的擴增 擴到邊界的時候 OK這個影像的那個數值差很多 所以他們邊界到了 我就可以把這張桌子的範圍去找出來 OK這邊的話其實應該我後來畫一隻貓在這裡 對他是可以透過這幾個點 然後再把他流出來更多一點 去找到這種類似邊界的概念 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他們在這種segmentation的話 就是他們在做 類似像dice score 或是intersection of a unit 之類的IOU的一個方式 去算他們的一個交集跟連擊的比例是多少 大概image的話 就大概就是這兩個方式來做 他還有第三個方法 就是hit game 就是反正我的segmentation就在這裡 有中 那個點有中沒中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去算他的accuracy有多少 recall有多少 其實就這樣子 這是第三種方式 因為他太無聊的時候就列了 好 他就是 算說這個視覺化 這個解釋的方式 正不正確的一個方法 剛剛就是揚個評估的方法 那第三個部分 我可以看一下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 ok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之後 我沒有辦法去幫助我們 反正我看到這個結果 有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去診斷說 這個模型在有什麼錯 然後他這邊有第一個 他就是一個bgg16這個模型 這邊有四張圖 bgg16都把他 反正我不知道他這裡設定了什麼東西 反正bgg16就把他判斷錯了 然後他就去看說 這個圖其實他要看的是火山在哪裡 火山是這個區域的地方 但這張圖是要看火山 正確來說他就是要看這裡 可是bgg16透過規格的方式反傳回來之後 他發現到他看的是底下的地方 所以他就把他看成像沙灘的東西這樣 所以他就讓他看錯地方了 你說你可以知道 他是看錯地方了 所以導致於他判斷錯了 第二張圖也是 他也是要看火山 可是他看到了這一外圈 他覺得這外圈很明顯的重要 所以他就看起來就很像一個鏡子 原型的鏡子 讓他看錯地方 那後面這兩張圖就是 他看對位置了 可是他看的不完整 這個是兩杯吧 這是那兩尺的東西 這個太小了 最後一張圖 他其實是一個 反正就是繞的一個東西 你正確來說應該要看到這麼多 你才有辦法去判斷說 他是一個捲的一個東西 可是bgg16因為他只看了部分 一小點 他就只看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以為這是一隻神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判斷錯在哪裡 可是他但他並沒有告訴你說 他怎麼去修改 說讓他變得正確的 這是比較討厭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影像會 大家就是有需要去做一些 加一些notes adversarial的notes 在bgg167 他就把它加進去看情況 這是原本的圖 裡面他就有label就說 Dog是0.4 Cam是0.2 我們再看說 他是判斷差是狗的機率 OK非常的明顯就是在這裡這樣子 然後他就看到說 OK他看的是這個地方 然後Cat看的是這個地方 他搭上他的機率值 可是加上一些noise之後 他不知道 這兩張應該是不同的noise方式 他加了一些noise之後 奇怪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就看成了 bgg16就把它看成了 airline這樣子 airlier 然後機率還很高這樣子 然後他就回傳說 他到底是為什麼會看錯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回傳過來之後 他就到處亂看 你就不知道在看什麼東西了 那一個space shooter的話也是一樣 他就是 回過頭來他也不知道他在看什麼東西 他只知道說 他看著這裡 他看著這裡 看著這裡這樣子 他就可以知道說 他看錯 為什麼看錯 看錯差在哪裡這樣子而已 但他也不知道說 OK我看錯了怎麼辦 那這邊第三個是我覺得最有用的一個東西 就是 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 他要去分 這個人 影像中的人 是護士 還是醫生 OK input這一張 他是一個 真的來說 他是一個護士 底下是一個醫生 對 因為他有拿這個吧 大概是這樣 好 反正label就是這樣 然後結果他後來去做出來之後 發現其實錯誤率也沒有很低 但是他再回頭去看的時候 他正確率也還不差 但是他去回頭用 用raycam去看的時候 他發現到說 奇怪 為什麼他好像看的地方 好像怎麼都是臉的感覺 要不然就是髮型 這種髮型的地方 你會覺得好像看的地方怪怪的 那你就會去想說 為什麼 因為其實答案很簡單 就是跟大家台灣一樣 就是大部分的在醫院裡面 大部分的男生都是醫師 醫師的話大部分都是男生 然後護士的話大概大部分都是女生 所以他在資料採樣的時候 其實也有這樣子的bias的問題 然後發現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試著說再去加 因為他就是抽樣那些 他的dataset 然後他做的方式就是把 反正還有剩下的嗎 我就把它補回來 當那個男生女生這個問題 讓他比較balance一點 比較不會受到這個影響 之後再去看 再重新建 建一個模型 我們Graycam再去看那個 那個模型之後 你就發現到他看的重點 就變了 就至少他看的比較合理 就是我覺得他這邊 唯一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去整 去幫助我們去修正我們的錯誤 那他修正錯誤這種方式是 反正就是改善我的dataset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比較合理 就是我至少我知道說 我今天的資料是bias的 那我要往什麼地方去搜集資料 來評分我這個bias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方法還不錯 他還蠻合理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沒有這種Graycam 這一些方法的話 你根本不會知道說 其實你模型看錯了 你只會覺得說分類的結果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就像 那種embarrassed data一樣 反正78%的 那個男生我就猜是醫師 然後女生我就猜是護士 accuracy也會很高 所以做出來沒有什麼太疑問的問題 所以你就會 在我們以前沒有這種 反回來的方法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我們錯在哪裡了 你不會發現你錯了 你跟他說你不會發現你不能做錯了 這是個很大的地方 他也沒辦法說 那你就會說他 那你就會有個問題 我就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他怎麼去知道錯在哪裡了 他這邊是資料擠 他後來就是simple的500張 更500張 然後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我在猜他的結論 應該就是人眼去看500張 看說他大概都在錯在哪裡 都看了什麼地方 然後去得出這個結論 我猜應該目前的可能 我不太確定 經過幾年 幾年下來的一些發展說 他可以去集中去看說 我評估錯在哪裡這個事情 我猜可能還沒有發展出來 就是這個方法我覺得 大概對我們小小幫助的地方 好 那剛剛就是GrayCam 他的數學理論 因為他就是用Feature Map 最後那一層的Feature Map 然後呈上他們自己的權重 之後去把它加回來 我就可以知道說 他這個模型到底看在哪裡 那個權重的地方 他是用GrayLan的方式反傳到 反傳回來給Feature Map的方式去 那我下面要簡單的介紹一個LRP這個方法 LRP其實他也是把那個Loss 把它反傳回來一個方式 但他比較算的是他 GrayCam剛剛我們在做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是直接用全 比如說我要看這一層 OK 我就直接用建一個建一組 那如果我要看這一層 我就這樣子建一組 如果我要看倒數第三層 我就是後面這幾層 全部一起來就是用類似全入合的方式 去算那個weight 反正我會得這樣傳傳傳過 這樣子 那我在猜量應該是這樣說 他沒有特別寫 那LRP的方式的話 其實他就是把那種Loss 透過這一個方式 可能就是這個Feature Map 然後呈上那個值 然後去算一算 你可以得到說這個Feature Map多重要 那這邊就可以把那個值 然後再去這邊再去算一下 他們這個Feature Map 他們之間的那個重要度是多少 這一層 這一層對這一顆的重要度是多少 我們這樣去反傳回來 他就可以說變成 我在做的時候 我做到這一層的時候 我可以空間每一層都算 每一個都去算他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兩個方法可能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比較偏好他 不知道為什麼 那LRP其實他有一個問題 不是LRP有問題 就是GrayCam 我們剛剛說 他其實是建立在 convolution layer之下 所以他都只能對影像做 如果你是可能像文字的可能就 那個RN結構可能就是做不到這樣子 我在猜可能會做不到 那LRP的話這邊 所以我們剛剛GrayCam 我是不確定啦 不確定他能做到文字啦 但是他裡面主要都在秀的地方都是秀影像的結果 那LRP他是直接告訴你說 我在反傳的過程中 其實我還可以做文字的部分 等一下會秀 那這邊另外一個demo就是說 另外一個 GrayCam的缺點就是 他同時只能去看說 他只能去看哪一個地方是重要的 然後哪個地方 他只能看到說哪些地方是對他是重要的 那這裡我再猜LRP他是可以看到 像這邊這張圖是9 那9的判斷就是 越紅色越重要 然後越藍色越不重要 所以我其實是可以同時去看 就看到說他是哪些地方不重要 那我也同時可以去看說 他1的判斷其實是 這些地方是不重要的 他是從這個地方的判斷說 他不是1 然後從這個像7的話 就是從自己的角判斷說 他不是7 可是LRP他另外可以做 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這邊就是秀一下說 LRP其實他可以做到文字的部分 他也是說 哪幾個字比較重要 他就越紅 然後輸入哪幾個字 不重要他就越藍 他就這樣子 那這邊有個 他其實 他是一個德國教授去做的東西 那目前其實LRP 他有分 他可能在這個 這個模型上面去做了很多的 有一些小設計吧 所以什麼epsel alpha之類的 很多 很多的模型 然後他的那些demo的結果 其實你就可以去他 他有一個官網 Hitmap 這個官網裡面 就可以看到他的一個 結果 就是他有很多的那個展示的結果 這樣子 可以上去看 測試看那個玩一下這樣 就是LRP的部分 好 那就是 這個就是小小的跟大家介紹一下他 那 實際的過程 整個整個概念 他的 他的運算概念 我還沒有去細看 還沒看懂他 然後 這邊的話就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我們介紹的幾種方法 有 Line 他就是屬於 改動 改動input值的方式 那 GrayCam跟LRP 他們都是透過 那個 Gray Gray點的方式來去做計算 那他們各自有什麼優點 然後還有一些他們是透過說 改model unit的方式來去看 那個 結果的好換 那這張表其實是 好 這是那時候我們在 還在MIT的時候 他們有學生去 去那個Google實習 那那時候Google就已經在 討論這種 這種 模型解釋的一個問題 然後他們裡面就收集了幾件paper 然後做了一張表說 比較一下 這三種做法 他們的優缺點在哪裡 那他們就比較說 他們可不可以建立在任意的模型 他至少說目前 可能那個 Cavolution的那個地方 給他改一改 也許可以把他推廣到更大的一些 模型結構 那有沒有可以做一些 特定的layer來去看 然後或是說 我特定的logic class來去看 那小區域來去看 然後計算速度這個部分的比較 其實如果去改那個unit的話 其實會比較辛苦 然後把pixel的話 其實也是會比較辛苦 可是他會對那種小區域的敏感度 比較強 這剛好就是透過這種los反傳的時候 他會比較差 唯一的缺點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幾個比較著名的方法 你改model的unit的話 就是我的soft attention change 那改image的pixel的話 就是像mine integrate的這個graycam 然後我透過los反傳的話 其實就是lrp跟graycam這樣的方法 目前這是那時候是2018年的年底的時候的事情 對這張錶是2018年年底的時候 收集到的資料 然後目前來說我看到有人 就是我們要自己去view那個bunch 其實也蠻辛苦 但有一些有人他 那時候我在去年的時候看到這個 這個這個人在dHub上面 他做一個deep experiment的套件 應該是可以參考一下直接拿來用吧 對所以應該是可以直接拿來試看看的 ok 那就是compare的地方 那最後就是比較discussion的部分 嗯 其實我們在前面裡面一直都說 他只能告訴我們說 他看的是哪裡 然後你錯 你也不 我們只能靠人遠去看 知道說ok他看錯了 那問題就是說 我們知道他錯在哪裡其實是不太夠 我們要知道怎麼修正 那如果像剛剛他提到 graycam的方法就是 因為我知道是資料的一個bios的問題 所以我之後可以去從資料來去做著手 那如果你說你想要靠改模型的話 我在猜有個狀況會是 你直接改了unit 然後你可能會改了a 然後他在b修正回來 bunit修正回來 然後另外來說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 那個cuda的一些正規化計算部分 你可能改了他unit說 我設定怎樣怎樣怎樣的時候 或是裁切掉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造成他的一些運算上面的速度的 的loading增加 然後另外來說是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靠有沒有一些比較 數學理論的部分 那之前有問過一些教授他們就是說 在目前這個地方 他數學還完完全全更不太上 就是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去開包一套流程 目前可能還沒有一套流程說 ok 我知道他為什麼 我看到他看到哪裡 然後為什麼錯 然後怎麼去修正 他目前這兩個階段都還沒有一些 我在猜應該都還沒有一些流程出來 然後另外來說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也是不太相信 統計學的model diagnosis的一些方法 不過我還是覺得他 有可能其實可以參考那個 明年裡歸學model diagnosis 診斷的一個方法去試看看 所以目前來說可以做就是 錯誤 你就是要觀察那個錯誤區的特性 像剛剛那個例子就是 ok都錯在哪裡 因為那個是 我比較不知道說這種 你的object會是在影像中 圖中的 任意位置的這種 怎麼去做一個 疊合平均的一個方式來去做 可是如果是像那個 我曾經問過一個教授 他就是說 你可以像醫學影像的話 照出來的東西 比如說 照腦袋 腦袋就一定會在正中間的地方 就算他再怎麼小小的偏移 不會便宜差太遠 所以你可以把所有人的錯誤 就是所有人看的東西 你全部把它一起 那個heat map把它疊合起來 你會看到說 大家都集中看在哪裡 或是他看的地方是很上的 你至少可以去看到說 我們大概這整個model裡面 大概看的都是哪個地方 你會比較有機會做到 可是如果說那個object detection的話 我目前還沒想到什麼方式去 比較看得到他了 那有一個有趣的就是說 你常常大家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ok 我看到一個錯誤了 ok 我看到那個model 他看的東西 有一個明確的錯誤 那些錯的 那邊被判錯的人 被判錯的資料 有一個很明確的特徵 然後就說 欸 我找到哪裡錯了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確定 那個是 那個資料有發生這個錯誤 就是被判錯的那些case 有那個錯誤 還是大家其實都剛好有那個特徵 你要去檢定一下 還要到最後再確認一下有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 你辦錯是在這個地方 ok 那你會想說 對 有沒有更細的流程 這是我在那個confer的時候講的 有沒有更細的流程 就是我目前覺得是 不可能有啦 所以你怎麼會 目前都還沒有 所以我怎麼辦得到 可是我還蠻歡迎說 大家如果 你如果實際去做 然後錯在哪裡 因為我本身是數學 數學統計出身的 所以我還是會 比較希望有一些 用一些比較 我會比較有強烈的那種 統計思考去說 喔 你可能可以做哪裡跟哪裡 然後告訴你一些方法 然後我去測試看看 然後去比較看看說 ok如果有效 你就有效 如果不行 也許看到結果 再來去修正這樣子 這是 這個就是統 這個我就要稱之為統計聖事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對 那就是歡迎大家來找我討論 就是你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email給我 所以 這是我的 Gmail ok 那我就講到這邊 最後一頁是 給大家就是看一下 我這個 在這一抽裡面 看的那個 這一整份的培頭這樣子 那 這一整份實在在 那個slashare上面都有 也是一樣 就是 我的 ID 就是這個 你可以看得到 這一整份投影片 好 那 大概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剛剛 在這些地方 那 你現在博士跟我們 是做哪一方面 事業是這個嗎 我們現在會想要做這個 可是 還沒決定 還沒決定 那我在第一年啊 不要這樣子 那幾次你已經決定 沒有 我很想做這樣子的一個 給一套流程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覺得統計 雖然大家有時候可能會覺得說 統計的那個 那個diagnosis又不是真的 有時候做下去又不是真的有work啊 可是它還是有時候 它就是大部分的work 但是不是 always work 可是我就想說 這兩個東西也許是可以結合 可是我還不知道 對 而且 depends on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給我更多的一些案例的話 也許我就可以 從這個案例裡面去找到一些流程 至少 至少去收集一些 加強的統計 sense 告訴大家說 ok 你以後看到這個你就怎麼做 看到這個就怎麼做 我也會比較有經驗 所以是初步的分類 對 一個人就是 因為你可能會看到 因為我們大家就是知道 其實大家會卡在一個 卡在這一關 這一關就會先卡住 然後卡住之後 我們要再去討論這一關 然後討論這一關之後 再去討論這一關 怎麼做 其實有三個關卡 要去做處理 所以這部分 我是覺得還沒有一套很好的流程 可是我覺得這個可能 蠻怪不得大家 就是如果你做完了 你發生到一些問題 然後你把gray cam 或是lrb套進去之後 然後你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不知道怎麼看 三萬張你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討論看看 怎麼去找到他 看錯的地方在哪裡 可以去做認識 或是 你知道看錯了 那我們來找為什麼 欸就是如果你知道 他看錯在哪裡 應該後面就很好去修正了 我覺得這個是蠻大一個關卡 第一個步驟是 比較像理解的步驟 因為deep learning 主要是做辨識 第一個erro location 你必須要去理解這個 你的subject 對 還是要說 所以這是一個deep learning 應該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對 其實 這個就是 所以我剛剛就說 如果是object detection的話 如果是image 那個medical image的話 因為他 在做 他的可視是固定的 對 他是固定的 真的很好做 可是這種object detection 我就還沒想到說 因為他東西可能到處散亂 然後也可能很多類型 我還沒想說他到底怎麼做 對 但是他就是 只能告訴你說 喔他看這裡 你占領自好知道說 他看錯 可能看錯了 他看哪裡 然後再跟你的行業去比較 有沒有對 這樣子而已 所以現在套用這個方法 就等於是 你把它套進去之後 你要每張每張去看 我覺得 目前他只能發展到這裡耶 我不知道現在 可能我要再搜集看看 有沒有後續的方法 但至少我看這一篇 所以 我是還沒有 其實還不知道 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一遍一遍去看 因為之前我在做 Medical Image的時候 也同樣不找價值 或者說 就是上百張 然後搞不好 我怎麼可能這樣去看啊 對阿 而且看完之後 你還要找出 在看的過程中 就要把他的特質音局 發現他哪裡看 那還蠻難的 對 這也是非常的困難 而且搞不好你看了 就是 看了100張 都沒有用 就是101張之後才有用 對 那現在 你最後投影片有分析 目前比較常改 三種方法 那現在哪一種是比較主題 你倒數 我目前看到來說 因為LINE他算是 因為他有上過 那個什麼 反正就是大的 那個conference 論壇裡面的一些 都被大家討論 Why should I trust you 這個paper 然後 我目前覺得 目前來看說 這兩個方法其實 這樣比較下來是比較好的 那這兩篇的那個citation的數量的話 GrayCamp大概是2000多 LRP大概就是1000多 1600左右 可是因為 我覺得比較公平的是說 LRP他其實有很多頻 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都 散得到同頻 這樣子 他們兩個大概誰 比較好 但應該兩個差不多 所以現在比較紅的就是這兩個方法 也許後面還有一些再更改進的 我 因為一年多 一年沒有看了 所以不確定 但是以照2018那時候 那時候 一開始那時候 這兩個方法還是比較好的 比較好用 對 對 我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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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我們 我們在做 可能比較實務一點 好像 也有用GrayCamp 那 我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們發現 假如 我們那時候有選Model 有選VGG 跟AX 類的 那假如是題目比較簡單的話 我們發現 VGG 會 它會整個都會 鼓掉 所以我們 那時候有在覺得說 假如 Model 是 可能 我們把Model 改的比較簡單 然後 GrayCamp會 的效果會比較好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那時候有一點取巧 因為每一張照片起來 我發現我們其實 人大部分在看會看中間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一點取捨 就是 我們就只有讓Model 去學中間就好 就是 我們把旁邊 就全部都是用折掉 所以說 在一開始 輸入Input 就是建Model 那個地本來Model的時候 就旁邊就裁掉這樣子 對 就是只有要看中間 然後我們發現這樣的效果 也還可能 我大概是這兩個人 跟大人 大人現在share了一下 一些分享 那大家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我只要分享 像各位的分享 那所以 GrayCamp是 模組用的 模組 模組用來看某一層 機器學習的區域嗎 GrayCamp 或是LRP 他們在 在看說機器學習 他應該說他 他 機器學習 對那一個 那一個Outcome 那一個類別 他重要 哪個區域是比較重要的 對 如果要說他學習那個區域 也可以這麼說 但是我覺得他是 他就是量的地方比較重要 比較紅的地方 看哪個地方比較 對分類的結果 那個分類的結果是 影響度不是高的 他在評估 對 通常用家是 加在模組的做得起來 要再修改 我們剛那時候有講的 那個 Camp的話 就是最後一層 就是真的必須要加GAP 一定要加GAP 才有辦法做 但是 GrayCamp的話 他就是 GrayCamp的話 其實他就不需要 再去特別加這個GAP 他就是限定說 你就是必須要是一個 正常的一個 conclusion layer 這樣子 那你如果你中 我在插插中間 如果你加的 中間幾個模組 是所謂的 嗯 conclusion mess polling 或是 average polling 應該都是可以去算的 對 對 對他 他們這幾個主打的是說 而且你看到這是 你那個不是最後一層搞的 Vision的方法 你只要所有的Vision 他 嗯 我們剛才講一下好了 因為說 他其實這兩個方法是 你不用去改你的model 他就是不希望去改 改動你的model 你的原model 不需要去改動 來去做出來的 只是說我認為他的原model有幾個 嗯 RWP我跟他不確定 但GrayCam的話 他的原model 應該有局限在說 他的layer必須要是 conclusion 或是 crolling的那個 的layer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的矩程結構 那剩下來的 你可能就 就會不行 如果是太奇怪了 比如說像manifold的mayor那種 你就會 就會不握可 很像另外的算式去算 對 反正就是不改 有結構 可以嗎 大家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就先謝謝江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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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點點心意 就是補貼高鐵的程舌 我去選擇 先關一下 那大家就自己自行交流 謝謝 謝謝